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要义 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所在 有关国家应当认识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两岸虽尚未统一 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这是台海的真实现状 台湾回归中国 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一个中国 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局势 首先就应当弄清台海紧张的根源在何处 事实一再说明 岛内台独分子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 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 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 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要维护台海局势稳定和地区和平安宁 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口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行动上却对台独分裂活动 睁一眼闭一眼 明里暗里纵容支持 甚至把反对台独分裂 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在背离 而不是在践行一个中国政策 是在破坏 而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